讓靠靠你身體 無切心 直到我們 感見不醒 弟兄姐妹早安 在聖經上面主說 我的能力夠你用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 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今天早晨我們來到主面前 我們就要宣告 新的一年 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讓我們敞開我們的心 一起來敬拜我們的主 無歡心以及實在 唯有你愛不更改 每個季節恩典只有慢慢 雖然經過誰和我 靠著主我 靠著主我 就剛強 每時每刻 你與我同在 重頭來唱 無歡心 無歡心以及實在 唯有你愛不更改 每個季節恩典 每個季節恩典只有慢慢 雖然經過誰和我 靠著主我 自我靠著主我 福音遁 每個季節恩將 十世才會 有你愛的給我 我靠著主我 靠著主我 我靠著主我 靠著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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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离情一生常相反 无欢心意即实在 唯有你爱不更改 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慢慢 虽然经过水和火 靠着主我就刚讲 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来宣告主的恩典够用 一定恩典够我用 能力伏笔我软弱 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 我要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永不离情一生常相伴 你的恩典够我用 能力伏笔我软弱 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 我要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永不离情一生常相反 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 我们赞美祢因为祢的恩典 总是够用的 主啊在这一夜我们仍然可以 我们想要带着你 我们想要带着你 能力伏笔我软弱 也要命许的 主啊我们信靠你的 救护自动摇 主啊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 然后主啊因为主啊 你是我们的一号 今天一天主啊我们能够说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主啊你的恩典总是够用 主啊我们赞美你还要赞美你 主啊因为祢配合 主啊祢是领我们经过水火之地 尽到丰盛之处的 主啊我们高举你的名 来赞美歌颂荣耀要归给祢 哈利利亚主啊我们赞美 圆新的一年主啊我们可以 经历祢的恩典超乎我们的所求所向 谢谢主我们赞美你主啊高举你的名字 哈利利亚主我们来敬拜祢 祢的恩典够我用 能力伏笔我软弱 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 我要唱着祢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永不离其一生长相伴 来我们传道一遍 祢的恩典够我用 祢的恩典够我用 能力伏笔我软弱 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 我要唱着祢的神 我要唱着祢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永不离其一生长相伴 祢的恩典够我用 祢的恩典够我用 永不离其一生长相伴 永不离其一生长相伴 是的 主啊 我们一早晨就要说 祢是永不离其我们 用祢的慈爱环绕我们的 主啊我们新的一年 仍然能够宣告 主啊祢的恩典够我们用 主啊祢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因此主啊我们一早晨就扬起我们的声音 敞开我们的心来向祢歌唱 述说祢是何等荣美的神 谢谢主我们敬拜祢 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新年快乐 非常的感恩我们可以一起 又度过了一年 并且呢在神的恩典中 我要祝福你在新的一年 上帝是一个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 祂要祝福你 而且不止你 所有跟你有关的家庭工作 学业职场经济财务身体的状况 上帝都要乐意的赐福给你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二节告诉我们说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神要赐福给我们 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的宣告 神要赐福给你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他说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赐给我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神就乐意把一切都赏赐给我们 我来读一段圣经给你听 在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十四节到十七节是这样说的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是与基督同做后世 经文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你知道过去 不管你信主多少年 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奴仆 所以我们很取劳的工作 想要得到主人的认可 所以我们就 包括你的服事也好 包括你的生活也好 因为你有一个奴仆的心 所以你就常常好像 一直做一直做 奴仆就生怕会被处罚 生怕主人不满意 但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 如果被神的灵所引导的人 你要清楚地知道 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而是儿子的心 在新的一年 我们可以大胆地 而且勇敢地呼叫一声阿爸父 你要不要试试看 在你可能在客厅也好 或者是在电脑前面 来跟我们一起祷告 对我们前面 今天当我们等一下一起祷告的时候 你试试看 呼叫一声阿爸父 新的一年你就说 阿爸父啊 我的天父啊 我的阿爸父啊 你给我的不是一个奴仆的心 你给我的是一个儿子的心 阿们 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儿子的心 恐惧要离开 害怕要离开 担心要离开 那个一直觉得做不好的那种 那种谎言要离开我们 因为我们所得的是儿子的心 儿子的心是什么呢 儿子的心经文里面说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 后世呢就是要得着产业的 是要得着在天父里面 一切丰盛的 我们今天呢 当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 我祷告主神的灵要大大的来充满你 让你明白你所得着的 是儿子的心不是奴仆的心 是那个可以领受产业 同为后世的 所以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 你知道神的儿女呢 就有一个保证 一个确据 就是我会得着在主 在主的里面 神的家里面 这位阿爸父的家里面 给我们所预备一切的丰富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的祷告呢 是担心害怕的祷告 经文里面说 我们常常得着 如果你是奴仆的心 你就会害怕 什么叫担心害怕的祷告呢 就是也不知道上帝会不会祝福你 然后你的祷告里面呢 常常会觉得神会听吗 这个祷告会不会是望求呢 这个祷告会不会是 神真的要祝福我吗 神真的会给我吗 所以你讲出这句的时候 你里面的心都是害怕的 是不确定的 是很没有信心的 但是你知道神给我们的不是这样子的 神给我们的就像一个孩子跟爸妈 在要东西的时候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相信 他的父母呢 是乐意把好东西给他的 我的孩子呢 每次要跟我们要东西的时候 他不会是好像这个担心 那个担心 然后呢怕怕的 他们不是这样子 他们是说 爸爸我要什么 是这样子 他不会说 爸爸 如果是你要答应的话 如果你今天 不是这样子 我们所得着的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今天 特别是在新的一年 我们祷告主 神的灵 要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 凡被神引导的 你有一个儿子的灵 儿子的身份 相信我们是得着产业 同为后世 而且呢 相信上帝是乐意祝福给我们的神 阿们 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 耶稣亲自的来向我们示范 一个成熟的儿子 会有的生活方式跟思想 一个成熟的儿子会这样说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子也要照样做 耶稣亲自地向我们 所有神的百姓示范了一个 成熟儿子的生活方式或思想 就是我所有的一切 都是父指示我的 看到父做什么 子就能做 父能做的 子就能做 也就是在父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切 我们可以得着的丰盛跟祝福 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一起祷告 尤其在新的一年 好不好让我们充满了儿子的灵 而不是奴仆的灵 让我们相信 这位父 这位创造生命人类的救主 这位创造天 创造地 创造这一切万物的 这位生命的主宰 祂是我们的父 祂是我们生命的父 祂是我们的阿爸父 圣灵已经向我们证明 祂是我们的阿爸父 因此当我们今天一起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说 阿爸父啊 我相信 祢会将一切赏赐给我 阿爸父啊 祢所做的 子也要做 我们要领受那个儿子的身份 儿子的灵 新的一年 可能我们过去信主 很多年我们都在一个蒙蔽里面 我们觉得好像 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有一位好厉害的神 但是我们只是一个很微小 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旗子 一个小螺丝钉 一个很不被看见的 一个小角色 你错了 你在神的眼中 是儿子 是要继承产业的儿子 是能够蒙受祝福的儿子 是可以直接 在父的面前讲话的儿子 你知道奴仆 看到主人的时候 他还要东看西看 主人的心情 然后还不敢 直接到主人的面前 还要问问看 刚刚从主人的房间 出来的这些孩子 爸爸心情好吗 今天可以跟他报告事情吗 但是今年开始 你不再是这样子的角色 你不应该被这样子的欺骗 你是儿子 你可以直接来到主人的面前 可以来到这位父的面前 向他支取 所有他应许给我们 美好丰盛的产业 我要祷告主 今年是我们身份转化的一年 是我们思想更新的一年 是能够明白 圣灵与我们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有神的样式 而且我们是可以呼叫他一声 阿爸父的 因为在他里面 所有的一切丰盛 所有一切 他从创世以来 要预备给我们的 都可以赏赐 给每一个属于他的百姓 你要记得 只要我们接待他 就是信他名的人 我们就有权柄 成为神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就说 你的恩典够我用 你的恩典够我用 为什么我们可以大胆的说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因为我们是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阿妹吗 我们可以呼叫他一声 阿爸父 阿爸父 这几天在过年 你知道跟家人在一起 跟父母亲在一起 是最自然不过的 我们跟父母亲讲话 是最自然不过的 好不好 让我们新的一年 连我们祷告都改变 我们的角色 我们身份的认同都改变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阿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 我们今天我们来到 上帝的面前 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蒙福的百姓 我们相信 天父乐意将他一切 所有从创世以来 所预备好的那些福分 所预备好的那些产业 要赏赐给你 亲爱的朋友 不管你在哪里 你要相信你是蒙福的 你的家是蒙福的 你的那个身体 你的身体是蒙福的 你的这个新的一年是蒙福的 工作是蒙福的 学业是蒙福的 你在教会的服饰是蒙福的 你的小组是蒙福的 你的牧区是蒙福的 来我们开口来祷告 因为天父乐意赏赐给我们 真爱美主 真爱美主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在神的里面 祂有一切的丰盛 祂要把一切的祝福 赏赐给祂的百姓 祂的儿女 我们是蒙福的百姓 现在一年我们相信天父乐意 赐福给祂的儿女 我们赞美祢 我们赞美祢 圣灵我们统战 祢是我们的阿爸父 阿爸父 阿爸父 阿爸父啊 阿爸父啊 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是祢的儿女 我们是能够领受 从祢而来满满的福分 我们是蒙恩的儿女 祢啊 因此我们所受的 不是那些担忧惧怕的 祢啊 祢所赐给我们的 是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祢啊 祢把祢的爱 充满在我们当中 祢啊 我们是祢的儿女 是被祢宝宝 被祢所爱的 天父啊 我们来到祢面前 呼喊祢是我们的阿爸父 祢啊 我们要宣告 在新的一年 不论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不管是在职场 在校园 在家庭 在人际关系 各方面 主啊 我们都要宣告 我们是蒙恩的儿女 主我们赞美祢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好不好 我们也来祷告一件事 就是我们新的一年 拒绝所有仇敌给我们的谎言 拒绝仇敌给我们的控告 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直控告我们 我们不配 我们不足 我们不是祂的儿女 我们只是一个小角色的 这样子的谎言 欺骗 都要离开我们当中 我记得我从小 我的爸爸就告诉我 说我们的祷告的里面 在最后 常常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之前 有一些人会说 小孩不配 或者是我们不配 但是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我的爸爸常常跟我讲说 不要加上那个字 因为我们是祂的儿女 我们可以来到祂的面前 直接向祂来祷告 拒绝这些谎言 拒绝这些欺骗 拒绝那些 不相信祂的良善 会赐福给我们的这些思想 都要从我们里面挪开 奉主的名 捆绑那些非神信念 离开我们 新的一年 除旧不幸 把正确的意念放进我们当中 我们开口来祷告 开口来祷告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们相信 主啊 祢是乐于自主给我们的 祢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捆绑从你给我们那些谎言控告 捆绑所有的欺骗 捆绑所有的那些不幸的恶心 这些非神的信念 都要从我们里面完全的挪去 我们宣告 我们宣告 主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新的一年 主啊 让我们能够除旧不幸 把你信念放进我们生命当中 祢是我们的信念放进我们的信念 谢谢主 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你的恩典够我有 能力伏笔我软弱 靠着耶稣的身有的身 我要唱着祢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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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流 west 永不离弃一生